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业话组 今天推介是复兴医药2196 选择原因是新冠肺炎变种病毒试药 多于国家的疫情反弹 对疫苗和相关药物的需求持续 复兴医药旗下复必泰疫苗 已经通过内地药监局专家的评审 正加紧行政审批阶段 值得留意 以下三个因素预料可以持续 为复兴医药未来的股价成为趋化剂 首先 国家让监局对复必泰的审定工作 已经基本完成 专家评审已经通过 目前正在加紧进行行政审批阶段 有望成为后续的加强针 第二 多款新药将会带动收入增长 第三 创新药业务进入收成期 策略上有货的投资者